昨天我不是在那个中山古镇那边参加了这个 由这个扎嘎联盟大理联盟 举办的这么一个国际标准的分享论团 其中我分享的就是如何运用扎嘎标准来设计抹坏花的灯具 那么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麒麟光绪平台的支架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恒昆麒麟光绪平台是基于扎嘎标准打造的这么一个平台 所以你看我们做的这个光学就很方便的就锁在上面 如果这是你的散热器前面加一些灯壳什么的 你就可以做一个灯 而且你可以很方便的去互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风格的透镜甚至反光杯嘛 对吧 所以这是一种 但是我们的支架呢 它就需要手动焊接光源 然后再锁螺丝 我们的支架只起到了一个固定的作用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采用这种BJB他们这种免焊接支架 你看这个是BJB的免焊接支架 那么他们的支架呢 就是从这个旁边你看从这个旁边插线进去 只要这里插线 它背后呢 有这个焊点 有这个弹片 它往上一锁 把线一插 它就不需要去焊接了 那么这种它主要就是用在这个欧美 因为欧美人的话 它做焊接就不如我们中国人这么灵活 对吧 所以这是一种 那么其实我还分享了一个点就是什么呢 叫做光引擎的一个模组的概念 你看啊 现在我这边拿到的是一个 首先是这样的一个散热体 这里一个光引擎的一个散热体 然后这个呢 也是一个免焊接的一个这样的连接器 那么你把光源装到这个位置之后 把这个散热器跟它连接起来 你看这样一连接 把螺丝一锁 它就会变成什么呢 它就会变成这么一个光引擎模块 大家看到没有 就变成这么一个光引擎模块 它这里应该是用了一些 类似于石墨烯啊什么的材料 有点软软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连接器 这个连接器呢 它就是连接这个散热器的 这个连接器跟散热器 这个螺丝孔位固定好之后呢 你看这个模块 它就可以什么呢 往上一组装了 你看往上这样一卡就卡上去了 锁紧了 锁紧了之后 你看 而且它这个地方的设计啊 它有好几组 这个有两组不同的一个光学安装的一个旋扣的位置 你比如说我可以用这个40间距的 我可以锁到这里 对吧 好 同样一款产品 我也可以锁这个 这个是锁什么呢 50间距的 你看 我也可以锁到这里啊 所以呢 而且它这个产品的好处在哪里 如果这是一个灯 把其他的这个结构都做完 如果用了两年三年 这个光源坏了 或者光源要升级 你看啊 它可以不借助工具 可以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可以把这个光引擎模块 重新寄一个给它 换一个光源 再往上这边一拧 就解决了 所以说这个是现在的 一些欧美的一些高端的品牌啊 他们在做这个模块化的方案的时候 他们的 正在使用的一些这个技术啊 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也是跟国外的这个品牌有合作 如果说对这些产品 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联系我们啊 也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这个产品 就是这个光引擎模块化的 这个光引擎的一个方案 模块化的 这个是大的 这个是那个 扎嘎标准的 这个50直径的 这个是扎嘎标准的 这个35直径的 你看35直径的 你看 这个是连接器 连接散热器的连接器 那么这个就是小的一个模块 对吧 然后也是一样的 你看把我们的光学 那直接这边 往上一拧就搞定了 那这边往上一拧 对吧 因为它都满足扎嘎标准啊 所以说想设计这种 模块化的 不管你是 筒色灯 轨道灯啊 这一类的产品 都可以联系我们啊 首先我们有一个 非常 系列很齐全的 一个这个 麒麟光学平台在这里 那么我们还有这种 缅焊接的光引擎的方案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